欢迎收看打开公话们 我是许仲江 国民党两岸台商后援会 昨天出现打倒王金平的声音 让外界讶异 国民党现在选情震弱 还在内斗 当时马总统还露出笑容 洪秀柱也没有出言致止 或表达态度 国民党裂痕是不是越来越深 这样总统立委还选得下去吗 而中常会上中常委建议 七局半赶快换投手 还可能反败为胜 没想到朱立伦说 应该跟总统参选人说 不要当面不敢讲 连朱立伦都暗示要换住吗 而根据民调 如果洪秀柱败选 近半数民众认为 骂总统要负责 国民党是要回应民意 还是继续关门听党意呢 相关一体我们一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鑫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陈金兰 大家好 以及无党籍立伦参选人张成忠 大家好 我是阿刘 阿刘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稍后还有民进党立委 刘建国会加入我们访谈 我们先来看两岸台商 昨天举办国民党后援会成立大会 马总统 吴敦毅 朱立伦 跟洪秀柱首度同台 洪秀柱当众澄清换柱说 呼吁不要换柱说 让这个换柱说混淆视听 还炮轰蔡英文一路反 他要反民粹 这次台下就出现 打倒王金平的声音 现场掌声雷动 台商的马总统还露出笑容 我们来看PCR 高尚爱拼才会赢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出席两岸台商国民党后援会 成立大会 马总统 副总统吴敦毅站左边 朱立伦站在右侧 一同高歌之时 看到800多位台商的场面 洪秀柱有感而发 所谓换柱说 与我个人实在是无所谓 但与党国就不容许 我有一丝的退缩 因为那将让泛蓝的选民痛心 让中间的选民梳理 让泛律的选民善效 也不容许本党再有任何的反复 否则我们失去的 将不只是明年的大选 呼吁自己人别自乱阵教 情痛仇快 话风应转抛轰对手蔡英文的 两岸政策 有些人逢中必反 或是把两岸政策 当成骗取选票的工具 我的对手说 台商有七成会支持他 既然如此 我们在这边呼吁 请民进党 让不在籍投票 紧速通过吧 你们是不是要反民粹 对 我们要不要理性看待问题 要 在国陆黄恩 我们要不要理性思考 国家的未来 要 要不要 要 所以 红柱柱喊反民粹 台下句传来 打倒王金平的声音 顿时掌声雷动 原本表情严肃的马总统 突然间露出灿烂笑容 成为剧场活动的意外插曲 台商表现出力挺的态度 但外传这次大选 台商观望者居多 后援会干部有话要说 后援会成立之后呢 我相信选情会持续的加温 反台投票的台商数呢 应该会在20万左右的这样的数字 台商坦言投票日跟春节接近 冲击返乡投票意愿 红柱柱的选情已经不乐观 如果台商铁票再不支持 胜算将越来越低 好我们看到国民党是不是边内斗边选举呢 我想请教新歌啦 在那种场合也许啦 就是支持的那种声音 或许有时候那种气氛你很难去压制 但问题是 马总统是不是应该还笑得出来 红秀柱现场是不是也应该稍微表达一下 或缓夹一下 因为说实在你如果要王金平帮忙 你现在台下的人还在那边说喊打倒王金平 那你这个党内危机党内的团结 之前朱立元一直在讲医疗团结 那不是都喊假的吗 你说打倒王金平这当然不妥当 这个我想尤其对红秀柱来说 这个时候团结都来不及了 还有时间打倒谁 你看包括马总统施政一直也有些负贫 连我都在批评他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很清楚 团结当然是第一要务 当时的现场其实昨天后来我们也去查了 也看了那个录影带了 那个说什么打倒王金平的时候 马总统做什么面带微笑起来 没那回事了 因为当时的现场很清楚 因为正在喊就是红秀柱 因为他讲完一段 为他鼓掌帮他加油 声音很吵了 下面喊了什么 根本是台上都还没发现 有这个事 红秀柱是事后知道 因为知道这个事他就特别强调了 这个时候是团结的时候了 还有什么打倒王金平 何况那个也严格来讲 就是我们里头的一个台商朋友 他个人的一个表现 就像很多人愿意挺住 很多人还是要挺马 到现在为止不是奔党 从去年选举到现在一直都讲说 那个挺马篮 百分比还是很高 所以媒体的报道 我们只能说 我还是开玩笑说 大家都要活下去 所以有这样的报道 但是显然跟事实上是有点偏差 但是这样的媒体效应出去 对国民党也都是伤害 而国民党这一点一滴 从去年到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 这个一路这样败下来 然后感觉像都没有回应社会 所以我现在还要请 有机会看到这些朋友 支持我们的朋友 拜托啊 你看看连我们主持人都说了 你可能一个人自己的一个情绪 可是那个媒体效应会被放大 明明呢 这可能只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媒体一放大了以后 全党从上到下都忙着要澄清 我们呢 现在打仗啊 往前冲的力道都已经显不足了 如果还要回头去 什么清理善后 那这个我想对党来讲 对候选人来讲都是一种消耗 所以啊 也拜托朋友们 党这个时候 严格来讲 前一段时间确实实 它是一种震荡 一种 从地方上一直到立委 一直到所谓到中央 包括到总统候选人的办公室 它一直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以及不同的这种力道在死 那事实是如此 那我自己是这样鼓励了 我们红秀柱柱柱柱 就是说 他的初心当时跟我其实一样 我想我最有资格讲 当时我看到本党 一又就败成这个样子 居然怎么都没有反应 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觉得不可思议说 我跳出来说我要选党主席 那问题是三天以后 把一个朱立伦逼出来了嘛 红秀柱其实初心跟我类似嘛 你看总统大选国民党再怎么败 好歹是第一个是现在的执政 第二个你就是应该要接受选民的 说的这种裁判 这种教训要重新振作起来 表示说我这个政党 人民还是可以信赖嘛 感谢出这样的一个气度 可是应该你虽然这么讲 但问题是时间过了这么久 半年多了一二九到现在 我想请教金兰姐 感觉共产党对于很多的 民众在意的事情 他就是没有回应啊 那你说现在台下出现一个 打倒王金兵好了 也没有人事后再就是 或是说大声去几乎 不应该这样或等等 你就让这个 包括不管是媒体效应 或说所谓的国民党的裂痕 都把它台面化越来越深 你怎么看 我觉得那破掉的镜子很难复原 那个裂痕确实在 我觉得国民党每次想要凝聚 或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他的这个大咖团结 然后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形式 好像每次都自己搬石头砸 自己绞统 自己制造出很多的议题 这不是怪别人见缝插针 而是自己真的有一大堆 看起来不是那么密合 然后很多貌合神离的这个状况 所以那个文章 或者那个故事很容易就讲出来 我们刚刚看那个场面 就像仲将讲的 这个状况这样子的散播下去 你就要王金平情何以堪 现在每天媒体问他说 人家要打倒你 那个打倒你不要说了 那个打倒有点像对岸的文革 那个打倒谁打倒谁 在台湾其实很少出现那种 什么打倒谁 好像大陆的用语才是这样子 那说是台商嘛 是 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一个状况就是 王金平阻挡了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 那这个部分很大一部分是台商的利益 我们本来说买办有一层的利益 在这边被阻隔 那他的那个反应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有一个是共同的 那个共同的就是立法院要改革 不管是台商 不管是蓝宁 不管是日益 不管是台湾社会 好像大家对于立法院改革 这件事情是共同的 可是对于打倒这个王金平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是非常非常的痛 那个刀子小刀一戳出来 我认为对于红袖柱的选情 其实有非常大的伤害 那那个伤害就是每一次 上一次要团结 然后也看到大咖都出现 结果看到红袖柱跑去闭关 记不记得所有人都出来了 那时候吴敦一也出来 是马英九也出来 然后这个王金平也出来 好像一副都还不错要上路了 结果没想到红袖柱跑去闭关 所以那个这个换柱的议题 从6月讲到现在 10月 中江10月6号以后 就到处百日 现在是106天大概 所以这个状况 大家觉得很急 他们也应该很急 可是看起来他们不太急 因为那个问题每天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那个问题越滚越多 我必须讲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应该要赶快满身流汗 为什么 昨天这个台湾指标民调 除了在讲蔡英文一直往上走以外 蓝盘啊 未来越萎缩 上次是半个月前是43.6 比15.3加14.7是三成 那大概多13个百分点 现在是45.8 这两个架起来只有两成五 大20个百分点 所以从13个百分点到这个20个百分点 中间差距是7个百分点 那个绿盘在急剧的扩大当中 蓝盘在急剧的萎缩当中 这些要选立法委员呢 其实 没有他应该是第三次 五档金 要选立法委员呢 你知道他当然是全身冒冷汗 蓝盘急剧的萎缩 绿盘当然大家可以分的就越来越多 当然是乐得高兴 所以我不懂在这个状况的急剧的发展下去 没有看到一个对策 然后也没有看到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看起来好当不急不许 每个人都看起来是 好像没有太大的事情一样 即便是撞上冰山 即便铁达尼号撞上冰山 你也要想办法动一动吧 看不出来 对 现在洪秀柱面临的问题是说 我们没有感觉到他的急 也就是说虽然他个人的这个声势呢 是有一点低啦 但问题是他会不会拖累整个蓝盘的这个选局呢 我想请教阿中啦 当然你第一次来参与我们节目 非常的欢迎 那就是说你现在要在台北市选 台北市绝对是一个指标 就是蓝军版图的消长的一个指标 那你现在是用五党籍的这个方式来参选呢 当然你过去 你父亲是蓝艺人的关系 国民党的关系 大家可能有觉得你是蓝 但问题是你用五党籍的方式 是不是你也看出了这些端倪 就说蓝军在台北市这边的选民结构 是不是也做了一些改变 其实这个我不敢讲耶 因为我也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那其实就是我后来形成的参选过程 那我本来就是五党 那虽然我爸是当过国民党的立委嘛 但是我个人对政党的倾向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对所以哪一个党说要征召我 然后叫我加入那个党 我就觉得我论述不出来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 但是选民可能会觉得有点困惑 就说那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 这个方式去支持你 如果说你提出了一个明显的诉求 鲜明的诉求 觉得很不错 所以我才能投给你 但如果没有那么明显 那可能选民对你也没什么印象了 他是白色的力量 粉红色 那白色也是一个方向 或者说你的粉红色 那你的粉红色的方向又在哪里 我其实一直想鼓吹一个 政府企业合作的概念 当然如果我有机会 让松山新义的选民听我说的话 我会一直强调我想做什么 在很多比如说 因为我这几年的确对弱势体育等等 那参与的比较多 那有很多是政府没有预算 或是没有心要做的 其实可以放给企业鼓励企业 我想设计这个制度 但如果说你进入立法院之后 如果只是单单一名立委 你觉得对于这些弱势团体 会有所帮助吗 还是说你可能还是需要借由 比如说可能是往蓝的走 或是往绿的走 去合作才能够比较达到 你为了的理想目标 任何一个立委进去的时候 都是只一个立委 他有他的诉求 那我想做这个事情 我势必 因为将来很可能 在立法院会三党不过半 那如果回到过去 蓝绿对抗的概念的话 可能又是什么议题都 蓝的推什么案子 绿的就挡 绿的推什么案子 蓝的就挡 如果我能够进立法院 我会锁定这个方向 但是因为三党都有我的朋友 我都可以跟三党合作 针就议题来合作 才比较可能推得动事情 但是一个人的立委 其实通常很难过 就算现在国民党过半 他很多的议案 他也是通不过的 那你难道觉得 就是说一个人 能够推动法案吗 有办法吗 我想这可能是 阿丁你可能要思考的问题 一个人要跟三党 就议题不同的合作 有可能 有可能 来 金兰姐你怎么看 我们要先告诉 阿丁说要先在地方上能够胜出 他那个 这个诉求会不会太担保 金兰他差异 就是看选举 这个我就开玩笑讲 他就没吃猪肉 他看猪走路也看了很久 他的话是对的 就是说我们从选举的角度来看 松山信义确实是眷村比较多 然后蓝军的选票也是比较多 一是叫做铁蓝区 大概6比4吧 对 铁蓝区 那么当然这我们先不讲蓝绿 连我自己虽然是属于蓝银的 这个民意代表 我都觉得应该要 还是要讲蓝绿 为什么民进党不敢提 原因就是因为蓝大余虑 那么现在呢 现在很清楚一点嘛 现在他们像城中的状况 包括石丘的状况 显然就是说有一些力量 这想要操作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科P模式 因为科P模式很清楚的一点 它必须所谓的超越蓝绿 它还是要绑住一块大边 它这次绑的是绿这一块 那今天看起来呢 像陈中线末年 他遇到这个状况也是如此 但是这一点我还是觉得 如果真的想要把理想 到国会去推动的话 你必须在选区校先胜出 那这个胜出呢 对我们候选人来讲 其实我们很清楚 你必须要有面貌 不管你是因为是政党的问题 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或你个人特色 必须要有个面貌 因为叫选民才容易去做选择 而且你必须要有鲜明的面貌 就是说你的粉红色力量 到底指的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这个选区 包括国民党立委 费宏泰实力都非常坚强 这个过去选民服务 都做得非常周到 他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这个市场 或者是在我们的大楼里下 就做选民支持 20年不敢 对他的这个选民支持 做得这么彻底的情况之下 他应该是有很多 相当铁杆的支持者 那这个部分你想要怎么加强 这个因为我知道 他有这个摆摊报税服务 所以其实我有想过 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当选的话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律师 我会结合我的会计师好朋友 我直接在松山行营就开一个服务处 甚至是法律事务所 然后呢 法律加会计背景 一起协助民众报税 当然我过去没有 那是选后 你要先解决选 然后我回应 回应星哥刚刚的问题 还有静兰姐的问题 两个礼拜前 邱贤志来这里 他说他也坐在他的服务处 做法服务 但是他现在不是 他现在要走到礼办公室 去做法服务 那不一样 那走动式的去服务的人 你坐在那等人家上 我们叫做巡回服务 可是我的诚意更足 你去那边摆摊服务没有成本了 我要开一个店面服务 配备更好 可是那还是等人家来 这个好应该这样说 就是你的主动性可能不够 因为今天你面对的是 我这另外一个好兄弟 他这个确确不是一个等贤之杯 因为他从议员开始的时候 他就已经很扎实在地上上 所以你会面对说 我们常常看简单说了 就是空战跟陆战 陆战的部分我看你现在是 尤其新人 大概是应该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击溃他的 你可能需要透过空战 常常会的空战有个问题 你的空战就是刚提到的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面貌 诉诸议题 这个议题正好是什么 今天包括费洪泰这么强的一个蓝营的立委 包括绿营在地方上也有组织经营很久 你能够是你那个诉求是超过了这两个 所谓蓝绿能够让选民觉得说 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要的 你才有机会 否则的话 光是打那个组织战就很辛苦的 而且就是说如果你是要做一些选民服务 说实在那也许是在一个市议员层级 你如果要选立委的话 通常选民还会考虑到你的政党倾向 因为毕竟你要进入立法院 很多的这个事情 包括现在的很多政策问题 可能都跟这个蓝绿有所关系 我想心跟意应该也是了解 只说目前现在包括蓝绿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看到红袖桌问题 国民党的问题 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 就是说这个朱立伦对于换柱的这个议题 是不是也相当的认同呢 昨天的中常会是一个闭门会 中常会就建议应该要换柱啦 对不对 这器具下半赶快换头手 那感觉上朱立伦好像也是认同的 我想请教辛哥 也就是说如果朱立伦认同的情况下 问题是他好像不敢去讲 他还希望这些中常会 你就直接去讲嘛 你不要当面不敢讲 感觉上是他好像 如果他也去讲 他可能也会被朱祝姐洗臉 所以他要中常会也去讲啦 对不对 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这件事情要跟我们这样说 本打到目前的状况 第一要负责任是我们的马总统 不管我还是说 公由后事来评断 他的过程应该要 我还是要呼吁他 要真的做自我反省检讨 对人民有个交代 给人民一个感动的理由 那第二个要负责任就是朱立伦 尤其我可以大声地说 当时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我跳出来嘛 后来他三天把他逼出来了嘛 他要愿意承担党的责任了嘛 那时候我还清楚地说了 我说我尊重你对西美市民的承诺 因为他说要做满做完 但我后面讲 但是如果情势演变到 你必须要承担重任的时候 你不能拒绝 问题是看起来 这段时间弄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他讲的嘛 我做党主席呢 1月16号胜选了 我本来就要交党主席位置 做败选了我辞职下台 当时我就 他讲完没多久我就讲了 那我们请你这个临时工党主席来干什么 他当然要负责任 今天的问题会是什么 他因为已经有这样的承诺 所以你说叫他再回来选 确确实目前对他是为难的 可是他因为又是党主席 从基层的这种焦虑 立法委员候选人的这种压力沉重 到现在媒体包括外界的这种批评 都在他身上 因为他是投啊 他绝对逃不掉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叫朱立伦 我说过了 他原来他可以 目前这种困境 我们有四种方式可以处理 第一种方式就是朱立伦 自己意间承担 发动所谓临时党代表大会 处理嘛 这是第一种 但是也看不到啦 目前也看不到 你现在没见到我们冷水了 本打真的在盘 那第二个呢 就是呢 他就是真的配合 洪秀柱接付手嘛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他真的要应该 应该找洪秀柱关门说啦 好好去谈怎么解决的 那这个说法 当然我就直接说了 可能是朱洪佩会适合 因为他的民调声望 还是比洪秀柱高很多 第四种就是摆烂嘛 那现在当然 第四种我们希望 目前看起来是摆烂 还在摆烂中 所以才造成了 我们现在这个压力沉重嘛 那好 我们希望的是什么 我们也不希望第一种 因为这第一种表示什么 表示说国民党要硬干 拔掉洪秀柱 那洪秀柱对不起 这个手法可能又太粗糙 不是粗糙 但是那个是不具正当性嘛 因为洪秀柱在国民党 没有男人的时候 他站出来力挺国民党 不只粗糙可能粗暴啊 对 好了 这个我都不否认嘛 所以第一种方式 我也不认为 那是我们该做的 第二种方式呢 就有现在的尴尬嘛 就是说洪秀柱这段时间 第一阶段的任务 看起来他完成了 挺住了国民党 可是呢 1月16号 国民党如果说政权 立委选举不崩溃 还能够维持住 一定的这种水平的话 那洪秀柱就应该不改初心 他真的目的是 为了救国民党 他抛装语音的目的 也是希望能选的 大人要出来选嘛 不过现在看起来 我想请教金兰姐 就是说 现在感觉上连朱立伦 都不敢去 这个洪秀柱面 就去挂铃铛哦 对不对 他这个叫这个秘书长 李四川去安排 去会面 让中长人去讲 那感觉上 如果说连党主席朱立伦 都没有办法 情况之下全党都没辙 那蓝军的支持者 不是陷入这无比的焦虑吗 对啊 看起来昨天 那个中长会的那样发言 我觉得好像在打太极拳 不是一个党主席 应该要有的担当跟面貌 可是这已经不是今天了 我刚刚已经讲了 倒数106天 现在已经是数馒头了 如果早要作为早就作为 那你现在已经被时事拖着走 那你原先可以掌控的时候 不掌控 那时候要选早就没问题 你现在再来选 那时不我语啊 早就过了那个前面 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三四个月的时间去做安排 都不做 现在弄到最后 只剩一百零几天的 这个状况来选 那怎么可能呢 那还被洪秀柱一直坚持着说 洪朱配洪朱配 他不是一次讲 两次讲 他现在要求洪朱配这件事情 要求非常坚定 意思是这个承担 不是他一个人要承担 朱立伦也应该要下来承担 所以他一直咬着洪朱配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状况 朱立伦更难开口 朱立伦拒绝他以后 他更难开口 叫他不要选 所以整个的状况 我觉得没有解啊 现在看起来是缠在一起 完全没解 这个没解的这个状况 大家就这样一直喊着 换柱换柱换柱 只有一个议题 这是很难看到 到历来选举只有一个议题 总统候选人到11月登记之前 是 11月23到17的 一直都是换柱换柱 6月到5个月都在谈换柱 没有到登记那一刻 恐怕这个换柱的身上 现在看不完 而且都是国民党内部说 希望换柱 那媒体也有报道 就是说现在最不愿意换柱的 恐怕是绿营的 那只是说面对国民党的选情 第一名呢 传统榜总统忧心忡忡 在一场跟这个党中常委的 参序当中就抱怨了 党主席不下达命令 那党主席是干假的吗 不过总统府以及中常委的 都澄清了 中常委是说 明年要选党主席的人呢 一定要尽力辅选 否则呢 别想选党主席 我们看VCR 国民党中常会 安排动保人士演讲 主席朱立伦献选献卖 马上以动物做比喻 其免党员同志 团结 沟通 不要放话 朱立伦讲的这些 应该是有感而发 因为有网络媒体报道 说9月21号晚间 党内多位中常委和中央委员 到总统府和马总统参许 谈到国民党选情低迷 继承希望马总统出马辅选 没想到总统难言委屈 激动又气愤地说 这些都是党主席的工作 党主席不下达命令 那党主席是干假的吗 总统觉得朱主席是干假的吗 从头到尾 在吃饭在总统府的时候 在我的印象中是没有提到了 没有提到朱主席过 但是曾经中间有提到过蔡主席 蔡英文主席倒是有 因为总统有说 蔡主席现在她的政见 就是维持现状 那但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为什么她一直在质疑 我们的总统是请中啊 卖台啊 出席中常会的9位中常委 联合声明 否认网络媒体的报道 但不否认席间 大伙的确忧忡忡 尤其看到党内大佬 到现在动都不动 我们广内的 不管是大佬 还是重要的人士 或者是明年 想要做党主席的人士 在这次选举里面 就要站出来 全力的辅选 我们所有的党员都看得到 没有参加全力辅选的人 明年党主席 我们也不会支持他 朱主席在辅选上面 你觉得他真的够吗 我们主席这次 现在开始是全面动员 但是应该要让大家 更能够感受到会更好 贯助传闻没完没了 这回连自己 都被传是干假的 真不知道 被认为是国民党 史上最弱党主席的朱立伦 面对2016 该如何做 才能扭转劣势 保住这百年老店 我们看到 洪秀柱如果败选 谁该负责呢 我们看到 就是台湾指标民调 昨天所做的一个 最新的结果 他问了说 洪秀柱如果万一落选 谁该负最大责任 马英九呢 46.7 高达4乘6 朱立伦是9.0 洪秀柱14.5 宋楚仪是3.1 都该负相同责任是4.7 来我请教阿丁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态势 也就是说 禁办数的民众是认为 马总统该负责 再来是洪秀柱 这两者加起来 就六成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个要负责任 再来朱立伦 之前外界也在说 朱立伦也该负责任 但显然好像民众觉得 他负责责任 好像相对轻一点 你怎么看 我觉得民众不会太在意 谁应该负责 民众应该在意的是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到底提出什么政见 政策议题 然后能够让大家聚焦 告诉我们朱立伦要做什么 你看现在一直在讲换朱说 其实我觉得换朱是一个假议题 不太可能会换过 你觉得不会换 因为从朱立伦主观角度来讲 他已经走到这里了 多少人在帮他的忙 他也有他的使命感 他怎么会退 那客观讲 剩下三个多月 谁要来接 谁能够接 三个多月选总统 所以这应该是不会发生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每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新闻 就是换朱 就是一直在换 这样对国民党很不好 对啊 而且其实民众也没有太关心 这些政党之间的内斗 像刚刚提到 有人喊一个什么 其实我想那应该是个人 个人喊了一个打倒王金平 然后媒体报道 好像国民党斗来斗去 其实我觉得民众看来 就是笑一笑而已 对 那还比较在意的是 到底国民党朱朱姐 你们什么时候要告诉我们 你要把台湾带到哪边去 主导回这个议题 但现在眼前如果说国民党 以这样的一个支持态势 他可能选后就崩溃了 就崩盘了 那你说这个台湾最大政党 如果这个崩盘的情况下 变成一个小党 那影响力恐怕是很大的 对不对 那就执政变再也 再也变执政政党轮替 反正就这么回事 民众会决定啊 我也没办法 对 当然民众就说 因为也政党轮替过嘛 所以再轮替一次 也没什么好担心 来请教兴哥 你怎么看这个民众认为 如果马英九要负四成六 那显然之前大家都在讨论 我们是不是都怪罪马总统等等 那一般民众 如果是这样看的情况之下 其实现在国民党所面临的问题 之前大家在讲说 那你们蓝莹要不要跟马总统做切割 其实现在是不是态势也很明显了 蓝莹跟马总统做切割 其实不是我们唯一的路啦 一个这样说 本来就是也是生命共同体 我们只是不能不承认的是 马总统的这些年的施政 他做的好的地方 人民感觉比较无感 他做的让人民觉得有感的 都是几乎都是负面的为主 所以这种情境对国民党来讲 这个担子你也得担 那时候今天跟他切割 其实跟他切割我倒觉得了 更好的方式呢 反而是他应该 我刚刚提到了 他能够自我反省 他真的不能自我反省 其实也不必切割 自然他也要淘汰 因为他也只剩下八个月左右的 这个任期了嘛 那对国民党来讲 如果说现在只是想 一直想跟他切割 用切割的方式 换取人民的支持 我觉得那个方法 其实连捷径都不是 那根本不是方法 我们到现在为止 至少我更像我个人来 或一些朋友们来 我们的支持 大家都很期待的是说 请马总统 真的针对你自己 你又很在意历史定位 那为什么会弄到今天 你觉得你很用力 你很认真的为台湾的未来 想方画策 结果弄到现在民调这么低 那这个难道不够构成他 好好检讨反省的这个理由吗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 这部分我们还是期待他 不管就算是到1月16号他不做 但是明年5月20号以前 他能做的话 我觉得都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 都是帮助的 对本党来说都是正面 越早是越好 对我们都希望马总统能够 比如说反省 或说有一些改变跟作为 但是只是说到目前为止 似乎看不太出来 也就是说民众对于 不管是马总统是失望 可能也就迁怒于国民党 也就是129可能大家觉得 教训还不够 那所以接下来的 这个总统和立委选举 也许也会继续 那就看国民党怎么做 问题是现在显然 我们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连战去中国大陆好了 去阅兵 之前也不是说要处理吗 处理到现在 是不是有给社会 一个相对的回应呢 请教静男姐 那现在看起来我们上段的讨论 天王是不是各怀鬼胎啦 谁有认真辅选 还是说内斗了来不及了 那洪秀柱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也是帮凶呢 败选他其实也要是 负相当程度的责任 我觉得刚刚在讲 那个疯传媒的那个口吻 我刚还跟李欣源在聊天 有点像马英九的口吻 因为他做过总统 做过党主席 他很清楚怎么样选举这件事情 什么时程应该该做什么事情 到今天我想那棋局下班 是我这两个礼拜 一直在讲一直在讲的事情 意思说七局下班还来得及 到九局下班你恐怕要逆转 那个机会是更小更小 可是每一个每一天 每一局都是重点的时候 你就看他时光流逝 他就没有抓住任何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对于朱立伦不满 确实会有一些状况 那个语言那个语气 其实也是在抱怨 就是说今天都什么时候 到现在还没有动 所有都是你应该通染大权 你应该在这边指挥若定 可是大家都感觉不到动 那这个部分确实朱立伦在这场选战当中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战策 看不出来 这是一点 你刚刚讲的那个四成六 是因为这七年多 大家觉得日子过得不好过 觉得马英九要负最大的责任 所以责任在马英九 可是马英九不会认为错 你看他不断地在讲 如果2008年到现在 不开放两岸政策 那为什么今天蔡英文要跟着我走 维持现状呢 我如果轻松卖财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走呢 如果这是不对的 蓝英是不对的 绿营为什么持续地在这条路上走呢 他一直在阐述这样的理念 这个理念一直在讲的过程当中 他就没有要认错 这没有要认错的过程当中 看起来他觉得他的战略是没有错的 可是在细致实行上很多的状况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你的脊椎骨不够硬 在这里面很多的态度拿捏的不够好 但他都不会去讲这些 他只会告诉你我带方向没有错 所以今天跟随者是绿营的 那可是很奇怪的是 红袖柱不跟随 蓝英的这个执政者 他的政策被绿营接收 持续往前走 可是蓝英的总统候选人 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提的 不追随着马英九 他在这里面更激进的 往一个右边的方向去走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现况 所以马英九有没有认错 马英九没有认错 他对于这一路以来 所做的任何的施政 他都不认为他错 那民众在这里面生活的不好 他也不认为错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 马英九还有很多的中常委认为 选举选到现在 现在看起来所有资源没下 直接怪的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不敢选 记不记得 马英九还在爆面 还在讲说 那你干嘛选党主席 你选党主席就是要选总统 这是一个必然的路 还公开的这样子批判 那现在批判 继续在批判说 党主席该做什么事情 到现在还没做 我认为那个合乎常理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经验 在这里用传承者的口吻 去面对现在无奈的情势 他是会做这样的批判 的确国民党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或说最大的问题 那是党义跟民意 到底是落差多少 那国民党通常是 回应党义 还是回应民意比较多呢 红秀柱还说了 他要反民粹啦 那要换柱 他说全党会崩溃 那不换 是不是也一样走向崩溃 那我们就会发现到 这个马总统跟红秀柱 似乎都喜欢逆风而行 这样会不会让全党走向崩溃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前面党总统参选宋楚瑜 今天公布教育证件 主张改善学生 学习太累的处境 批判台湾补习班 比四大超商还多 根本不合理 而对于民调落后 宋楚瑜不满的说 有些媒体对他一个字都不写 不过也言语啊 不要骂他就不错了 我们来看VCR 不够进步的教育 就会让孩子 父母老师都很累 公布第四支竞选影片 宋楚瑜这回主打教育证件 要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宋楚瑜提出一年760亿的小康教育政策 从生育补贴 教育津贴 一路谈到高职免学费 只是进行规划证件 民调支持度 却始终落后给蔡英文跟洪秀柱 宋楚瑜很不服气 太多人跑来给我讲话 他要给我照相 奇怪了 怎么只有一成呢 本人自从参选之后 中国时报从来没有登过一条消息 好想我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 拜托 你不骂我就很高兴了 不满特定媒体对他不友善 对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因为煮水跟停水遭批评 宋楚瑜主动替他还家 这个问题不是柯市长 是前任这些好多好多的市长 都没有好好去处理 柯文928号将举办公共住宅研讨会 宋楚瑜表态出席 提供建言也争取曝光机会 好我们看到宋楚瑜最近声势下滑 那国卿还能合吗 还要不要合 我们来看到这是台湾指标所做的民调 他说如果国卿两党 合推总统参选人 那泛滥民众的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洪秀柱跟宋楚瑜 两个人的民调高低的消涨 原本洪秀柱比较高 有4成8 宋楚瑜是4成左右 但经过从6月下旬到9月下旬 几个月的变化当中 现在洪秀柱是高达了4成6 那宋楚瑜是调到了3成4 当中他们也是有交叉的情况 但这是泛滥民众的看法 我们来看到一般民众怎么看呢 一般民众是他问说 何推你比较赞成推派谁 洪秀柱的部分2成4 宋楚瑜的部分竟然高达4成2 高很多都赞成1% 都不赞应该换成是12.9 那不知道未回答是19.6% 我想请教我们来到现场的 民进党立委刑建国 你怎么看国卿之间 那还能合还有空间吗 那个民调的反应是怎么样 有绿营关票 没有啦 我想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 蔡英文一路走来 我想到现在所有他的这样的一个 他的步骤 应该都不曾改变过了 那也不需要去管其他政党 他的候选人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但是确实这阵子的媒体所报导 最主要的主题好像都在换注说 应该是从国民党有全代会期 因为19号一直到现在 那个换注说不曾停过 那不曾停过绝对不是在野的 不是民进党 不是其他的政党一直在说 反而是连国民党内部也一直不停止 包括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 还在讨论换注说 所以宋主席也不用 其实那个换注说的新闻 已经大过所有的一切的新闻 包括很多事情 我们必须要去讨论AT3掉下来 为什么五天才可以找到这些 失事的优秀的空军 然后文化部大丑闻等等 有太多台湾必须关心的议题 都被换注说 整个淹灭掉了 我觉得宋主席不需要暴躯 只要你在整个竞选的过程里面 就像刚才那个小康政策 我觉得还倒不错 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思维 然后不管从什么样的面向 去展现出你一个候选应该 对人民诉求表达 你未来可能有机会当选之后 你想要去施行的 这相关的一些政见 然后转换变成政策 但是我必须要去强调 就是说台湾真的不应该 在这样乱下去 台湾在这样乱下去 基本上会被我们看笑 因为从连战去到北京 去参加阅兵 我就真的 尤其我在云林 我要跑云林 这段时间真的是 基层民众的反应怎么样 那个是骂到真的难听到极点 我曾经说过 连战在干行政院长的时候 有立院以前的学姐 都特别跟连战讲说 连战你能够起来 连战应起来这种话语 其实各位回想一下 当时新闻还报道了蛮大篇的 不只油钱委员跟他讲过 很多国民党里面都说连战要硬起来 结果好像都没有硬过 反而要去中国阅兵的时候 他既然硬起来了 而且非常非常的坚硬无比 所以我觉得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 我会觉得我们台湾内部真的是要团结 那当然看到国民党这样 因为一个总统候选人的产生之后 然后一直不停止的这样的一个内耗 我觉得对台湾的一个整个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 也是不利的 但是我必须要去强调 民进党也曾经失败过 民进党曾经失败过 非常非常透彻 立委席是不到27席 我还是那个普遣上来的27加1 等于是28席 但是如果今天任何政党遇到这样的状况 可以致死地而后生 我觉得都大有未来 但是在这种分岛的过程里面 可以尽早结束 然后他们才可以尽快的内部团结 但是奈何 真的奈何 国民党现今的领导人 好像不是姓朱还是姓马 那这种马的这种思维 他这种自我感觉良好 还有他不会自我否定的这种个性 一直以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对日抗战才8年 他执政也8年 但是好像对日抗战是胜利的 但是他执政8年之后 是让国民党要急剧的快速的 走向瓦解的这种状况 而且还要转嫁给老王 一定有对 我觉得这台湾是要给你看 台湾社会在看 而且云易县那种地方 是一个台湾整体的缩影 因为云易县虽然比较偏远 比较落后 但是他出外的乡亲非常多 是全国最大的旅外同乡会 所以各个面向的人 我们基本上都会经常的互动交谈 然后也都会有一些 比较正确的相关的 这种感受上的一个讯息 所以有很多人你看 这其实美党国民党最大最大的核桥材 就是马英雄的城市 希望他快要务务的 快要刷手 不要再继续下去 其实建国委员提的建议非常好 也就是说宋楚也不用去抱怨了 是不是有些媒体都没有去报他 而是你是不是要调整自己的一个选战策略 那么自己有一个选战策略 自然媒体就会去关注你 你是不是提了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只是说现在民调所显示 国清的盘是不是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如果国清核的一个情况下 那泛兰民众似乎比较支持洪秀柱 但是一般的整体民众 似乎又是支持宋楚也 我想请教阿中 你怎么看 也就是说现在民意的显示 那你是要看泛兰民众的意思 还是要看全民民众的意思 当然是看全民的意思 不过我也觉得 国清核现在核 也是一个假议题 也不可能发生 也不可能合假 因为从过去到现在 然后这两个党这么多人 中间的很多 就说纠纷也好 沟通不顺也好等等 但到今天 这两位都已经选到今天了 你怎么去论述 你要怎么合作 谁要下谁要上 那你要怎么跟全国人民交代 为什么我现在不选了换他 他要不选了换我 这根本说不通 所以其实我觉得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是很难去整合就对了 很难啊 对 请教金兰姐你怎么看 这个民调的显示 这个宋楚瑜当然是抱怨了 媒体没有在抱他 问题是感觉上 他是不是自己应该去调整策略 比如说阅兵事件 他感觉就没有积极的去面对 所以造成后续这样 甚至一路下滑 看起来这个九三阅兵 确实是 这个宋楚瑜的这个致命伤 那他恐怕也没办法 因为现在猪八戒照镜子 他本来想要去中国大陆 想要维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所以才会派请金兰去做代表 所以那个过程当中 你要现在应声去切割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当然会更生气 所以在这里面 他没有办法两边讨好 现在看起来也两边没有办法讨好到 那现在状况就是这样 那可是他也积极在作为 他这次的选战很清楚的 都在走网络 都在走电子媒体 他不是走平面媒体 所以他有在与时俱进的 在做修正在做调整 他要告诉大家 他不是七十几岁的老人 他也是年轻的 因为这三个来看 他是年纪最大的 他也在表现这个年轻化 他也在拉拢这个年轻世代 那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本质上的东西 就是说你跟中国大陆的那个关系 两岸的这一块如何去处理 那那个意识形态的东西 我觉得在这里面 那九三那一块没有处理完 我觉得很难起来 现在看起来是很难起来 大家对于那个处理不当 那个态度上的一个扭捏作态 基本上做错了 你如果支持近乎勇 然后道歉切割 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想大家都会认同 可是看起来是没有这样做 所以托泥带水的结果 现在看起来是他整体 不是只有宋楚瑜 是清明党在立法委员的 这个选举的这个情势 跟着拖累 所以这次去本来看好的几个区 看起来都会影响到 那这次的政党票 是不是看起来也被拖累 因为后来看到几波民调当中 他都输给了时代力量 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 如何能够在这里面 绝地大反攻 因为我们刚刚讲 剩下一百多天 他起码要拿到政党票 上次就是靠政党票 他上次的得票只有2.77% 那这一次还是要靠能够过5% 上次有两席的不分区 再加上一席的区域 就是原住民 才有三席 那这次如何突破 那本来大家看好这一次 他其实能够double 有那样的机会 那可是这一交叠下去 后市要怎么样看起 大家在等着看 的确其实各政党都需要生存下去 请教兴哥 在这样情况看起来 其实所谓的国庆核 应该就是个假议题吧 你说真的 各自的政党要生存的情况之下 你又怎么去核呢 那这个所谓的民调 其实也就是参考作用了 是不是 我们长期的这个 自己参选也负责服选的人来说 这个都不会放弃的 我们也都知道 各位都很清楚 还有空间 这个选举甚至到最后一个晚上 都会翻盘的 这个所以任何选举的可能 对我们来说 我们都会沙盘推演 就是各种的对策 这个好比说可能发生的状况 我们都会来做推演 那事实上目前看起来也很清楚 你看本来早期的时候 你看所谓的国庆的支持度 加起来还是超过蔡英文 可是国民党自己本身 我们到现在为止叫步伐不稳 自己内部还一直在震荡中 那么亲民党来的是 也都有一些策略上看起来 有些失误 所以这两个看起来 还是被冲通人家泛蓝的团体 虽然我也不太愿意再用 因为我觉得一二九之后已经改变了 但现在至少我们有个定义来说 泛蓝的这一块来看 本身就一直是在动荡中的 对选民来讲 就刚才沈总讲 年轻人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尊重 而且是事实 他不喜欢看到 尤其是对比 蔡英文你看起来 气定神贤 然后看到你这边是红 国民党红或亲民党的局 就看起来好像每天还在被动应付一些 就插屁股的事情一大堆 对人民来讲他也会厌烦 所以我在这里 我也还是要呼吁了 国金河现在恐怕不是最重要的议题 现在议题是什么 国民党自己内部 必须要整合好 稳定下来 让选民说 这个政党我们还可以信赖 否则的话找老实话 大概以后你看了 1月16号来投票 不是投给蔡英文 就是我们这边全部崩盘了 因为他都不想投了嘛 反正投给你们也是浪费啊 而且不投给你呢 至少表示我还教训你嘛 那问题是1月29 国民党教训已经够沉重了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还在能戳头浪费时间 所以我还是呼吁 本党要记得 不能这种 克劳塞维茨 他也有一个战争的名言 他是用了 引用了这个谁呢 这个拿破仑的 就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 现在看起来 我们要换住 恐怕也不是敌人 敌人现在喜欢我们做的事 现在呢 继续挺下去 管他外面是怎么风风雨 那看来也是敌人 希望我们做的事 那尤其很清楚的一点 绿营的 特别是民进党到现在 几乎是内外上下 一致着坚持挺住 但是敌人希望我们做的事 记得这一些专家 以前的历史的名人所说的话 我们是应该 不只是党要想 连红袖柱都应该要是 是 好 有人说这个总统大选 这一局呢 已定了 但是立委的席次呢 是不是还有拼搏的一面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好 有人说 这次的总统大选 已定小英是遥遥领先 但是立委席次的部分呢 是不是还有所拼搏 那么中南部呢 在绿营的这个席次部分 是不是相对的稳定 请教建国委员 你怎么看 中南部分是不是相对 但是北部分有人说 蓝军的立委 选情是告急的一个情况 但是绿营这边 可能也要面对 时代力量的这个 互相的签字 互相的竞争啦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要回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回应刚才 辛哥的时候讲的 他说民进党 上上下下 全党一次挺住 抱歉 我绝对没有 我为什么讲没有 因为坦白讲 我刚才讲说 像云影那种地方 那些人很心 说得很痛 我在这边 反映给理性议员 做参考了 我们民进代表 做过一段时间 蓝军绝对都会有辞责 都会有朋友 我听过蓝的朋友 在跟我讲说 国民党是在死的 闯到这一块的家 糟蹋人 糟蹋台湾人 我跟你讲是讲到这种程度 而是自其燃脸的支持者 所讲出来的话 而且这个话 绝对不是一个两个 还是说我们在 在怂恿 在分化的 这是很实意 让我们在跑地方 过程里面听到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 我刚才特别强调说 国民党乱到这种程度 基本上他如果还不赶快 可以去做一个整 其实对台湾的政党发展 是不好的 然后我也引用比喻说 民进党曾经非常非常糟糕的 立愿只剩下27席 加我这个补血 才变成28席 所以国民党也要用这个标准 来看这一次 我当然也希望 国民党可以支持 立而厚生 然后朝向就刚才 新闻所讲的台湾的年轻人的思考模式 还有那个逻辑上 还有现在都感受 台湾整个政治的分裂 已经不一样了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对我这样 那今年不一样 其实这都是要让所有的政党 特别去做思考 所以未来的国会的席事 我必须这么讲 那当然会牵动 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就像我觉得猪先 那个洪先又在吃猪的豆腐 就是说他的民调比 比猪低这么多 他去叫猪要来当他的副手 这很奇怪 我倒建议宏 如果现在要还搞中 好像搞在当明代那种思维里面 他最后去找马英九跟他配合 因为唯独马英九的民调比较低 民调可不可能自己单独过半 以现在来看 他的蔡英文的支持度 是往上一直在增加的 等于绿盘在增加当中 那蓝英的盘我们刚刚讲了 刚刚李星也特别讲 在前面看起来 加起来有四成 你看两成四加两成 是四成四 一路走低到现在大概只剩下两成五 那掉了大概两成的票 那他的盘积蓄在萎缩当中 那他的盘在扩大当中 这样子的发展情势 其实是可以带动立法委员的选举 因为 委员时代力量会不会吃掉你们一些席子 你们会不会担心 未来立任的整个 整个群出来的席子 真的很难去评估 但未来有相关进行的问题 但是我回到说 总共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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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